阅读科技旅行,生活可以很大,对话设计学习,思考不嫌太多 这里是iTunes获奖播客,狗熊有话说,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 Hello,你好,欢迎收听独立知识性脱口秀,狗熊有话说,BearTalk,我是大狗熊 今天我们聊一本关于中国社会底层生活的书,我在北京送快递,作者叫做胡安渊 这本书我是在春节期间在微信读书上读完的 那么在阅读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回想过去的过程 因为我在新西兰生活已经七年多,中间短暂的回过两次家乡 后面因为疫情加上各种原因,其实已经有快五年多没有回去了 在国外生活已经习惯了本地的生活节奏 对于现在国内生活的方式不像以前那么清晰 或者说我对于生活具体的细节的了解其实有一些距离 但还是非常关注社会底层的人 而且这可能是最让我有共鸣的一个话题 就像读马博雍的书的时候 我会因为其中关于对于底层的描写 他对于底层的那种共情深受感染 或者是看电影雄师少年的时候 我也会感动的哭 因为我曾经有过那样的生活 我曾经在大学毕业的时候 在城中村租住过破房子 每天一样上班 然后买最便宜的早餐 我也曾经骑着偷来的自行车去上班 因为我的自行车也多次被偷 于是我也去黑咕隆咚的破楼里买过那种偷来的黑车 我各种各样的生活其实都有经历过 所以我理解底层人的生活疾苦也有共情 这是我在阅读这本 我在北京送快递的时候非常有共鸣的一个原因 这本书的作者胡安嫣 是一个喜欢文学的普通的北漂青年 他也曾经在我的故乡云南其中的大理生活过 那么他前后做过19份各种不同的工作 从保安到快递到便包店的小工 网店老板等等漫画工作室的助手 各种各样的工作都做过 而在做过快递的期间 他接触了社会不同层面 方方面面 然后接触了很多不同的人 观察非常细致 于是他把他的经历记录下来 写成了这本我在北京送快递 非常真实的展现了现代人生活中的那些光鲜亮丽 背后的琐碎一地鸡毛 滋滋计较 呲牙臂抱 斤斤计较的那种生活细节 底层人的那种 辛苦 然后背后的小心眼 以及每天为生活挣扎 在这本书里面被描写的非常的活灵活现 是一个观察社会的好样本 我对其中的一句话印象很深 他这么说他说就像深海里的鱼都是瞎子 人在一个环境中会被慢慢改变 就是当周围都是人的疾苦时 你的同情心也会很快被耗尽 人会变得麻木 他这句话呢 其实是有感而发 就是当做快递的时候 他会看到周边很多人需要帮助 一些很具体的细节 但这些都是在消耗你的同情心 消耗你的能量 那么一两次OK 时间一长了以后 人就会变得麻木 我觉得这个感受呢 很多时候需要真正有过那样的经历 才能感受得到 一个生活在非常快乐的 然后没有任何这种每天的心酸的这种环境的 其实非常难以去理解 我能理解 因为我曾经经历过 但是就像刚刚说的 已经过去很多年 我的记忆已经慢慢的失真 所以对于读到这里的话 我的读到这种段落的时候 我的感受就是人还是努力寻找一个更好的环境 应该这才是一个最优解 因为环境对人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巨大 很多时候非常难以逃离 只有非常有限的极少数的一些逃离方式 那么这位作者胡安烟呢 他就很幸运 或者说他也很就是很厉害 他选择了一种最适合自己的逃离方式 就是在精神层面上用文学和写作找到自己的自由 那么这种自由呢 其实就像在那本man's search for meaning 的这本名著里面讲到的 人总有选择的自由 那么也许最终我们头脑中的选择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是我的一些感受 这本书其实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职业 快递员 这个职业现在对我们来说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熟悉 每个人都接触过很多快递小哥 不同的品牌 不同的送货的地区都有不同的快递小哥 这可能是同我们接触最密切的陌生人 那么快递小哥也是一样 他们可以很多层面上能够直接看到别人生活中的最真实的那一面 他也可以接触到种种人生 不同的人在生活中不同的状态 不同的需求 有的时候甚至会有一种错觉 就是你好像融入了别人的生活 但这不可能 我们还是应该会有那种合适的距离感 我觉得我很容易被这种人真实的状态和关系的故事打动 而且其实这也是能给我们带来更多养料 特别是如果你是想做一个就是内容创作或者是观察世界的话 一定是跟人这个接触的话会带来更多的不一样的这个状态 就像我知道村上村树 他就是在没有全制作作家之前 他是开酒吧 那么通过酒吧的这份工作 每天去接触不同的人 去看别人的故事 最终成为了一个 一个 接触的小说家 所以这可能是他一个获取 养料 如果他是一个植物的话 这是他获取阳光的方式 那么类似的故事 比如说说到日本 说到春上春树 说到日本 可能大家第一反应会想到深夜食堂 那么也是在一个夜宵摊 每个人的生活会在这里进行碰撞 甚至包括舌尖上的中国也是这样 是吗 说到快递的话 我最近刚刚通关了一个游戏 死亡搁浅 其实也是以这样的一个身份 以一个快递员的身份 将破碎而孤立的事件的重新建立起连接 这个故事是以后我会深入去聊的一个故事 所以这本书的切入点 是一个快递员的身份 非常有意思 以往也许有人也曾经有过这种想法 但通常就像刚刚说的 在快递员的群体里面 愿意把这种真实状态记录下来 写成书的人可能很少 有这样的能力的人就更少 于是这本书 我在北京送怀地也成为一本 大家都非常喜欢 而且非常畅销的书 我想这本书的畅销 也意味着作者 不用再去从事那么辛苦的工作了 那么他对于底层人的观察 得到了很好的一个回报 也许这是一个他的幸运 他说到了其中书中提到了很多那种 底层人的互相算计 我在阅读的时候 第一时间其实就想到了中国人的那句老话 叫穷生兼济 富长良心 这句话说的很偏颇 但很多时候的确是讲 或者另外一句我们也许会熟悉的 叫穷山恶水出雕名 那么在这本书里有很多人 完全是一种损人利己的态度 比如说他们购买了商品 然后会去退货 或者是故意的去退货换货 那么这样的话 其实会损害到快递员的利益 但这种其实是因为利益的关系 还有一些人其实甚至是不利己而损人 他们就去 就是去这种什么 折磨快递员 然后折腾他 这个故意的不在家什么的 就在这本书里也有 那么这些就是完全不考虑别人 那么可以说就是坏了 当然还有一些就是那种 需求非常多 比如说需要让快递员送到他们家等等 那么这也是我们在生活中 其实很常见的那种 就是高要求 而且很多时候也比较自私 不再故意别人的感受 其实这一点 我觉得也许是我们这个社会 特别是在中国这个环境下生活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通病 就是我把我自己做好了 我不管别人 特别是不管陌生人 如果要管的话 只是管我周边的人 我自己 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 我认识的人 那么其他的人跟我没关系 这点 不是说西方有多好 就是我在新西兰的话 会觉得大家对于陌生人的关心 其实很在意 很重要 而且甚至在一些公共用品的时候 这个公共设施 他们也会刻意去强调 就是不是什么 你要维护公共设施 这个是为了大家好 他就很具体说 你维护好公共设施 把它打扫好 便于下一个人继续使用 就是你会希望 你自己进入到这个 比如说一个厕所 当你用完了以后 你把它擦拭干净 那么如果你是这样的人 你进入到一个厕所里面 你也希望别人是把它打扫干净的 但我们在国内很多情况下 会遇到这种 我自己做完了别人的事情 我不管这种状态 当然很多情况也是因为人太多 使用太频繁 这个用还是回到刚刚说到的一句话 如果环境里面有太多的这种 这种需要去耗尽 消耗你的资源 就是同情心也是一种资源 需要去消耗你的同情和共情的话 很快就被耗尽了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 是我读这本书 又唤起了我以前的一些 关于穷山恶水出雕名的这样的一些记忆 如果要说这个方向有什么样要需要去提升的 也许我觉得还是努力改变自己和自己生活的环境 也许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tips 下一点我想到的是这个系统设计的一个困境 这个是什么 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我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 我觉得快递员真的是非常辛苦的一个职业 首先是因为他们本身体力上的辛苦 但是在这本书里以及在很多关于快递员的这个故事描述里面 我们看到其实并不只是身体上的辛苦 而是他们的生活是充满这种赶时间充满这个绩效 于是呢 因为这些数字带来了一种焦虑 而且这套系统 这套管理他们的系统是有意的设计出来 来制造竞争 制造 让他们去完成 让他们像一个在轮子上奔跑的小白鼠一样 不停的去完成自己那个虚拟的目标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也许这是一个系统化的困境 也就是说这是因为这个系统是被人为设计出来 最大化的把这个所有的资源的效率最大化 而忽略了人的一些基本的需求 因为这个系统是从资本 是从运转最高效的角度来考虑 而不去考虑他的人 其中具体去操作的人 他们的这些因素 在这个过程中 人性就被忽略了 或者说 甚至有的情况下 人性的黑暗也会被放大了 我读到这里的话 其实写到这里的话 其实会想到在很多年前 彭克这种文化兴起 也许就是一种对于系统的访判 对于个体 对于个体 对于系统的访判 但是最初的彭克 并不是我们现在好像知道 就是赛博彭克 科幻的 那么更多其实是一种 对于已经成熟的一套系统 怎么去站在一个个人的角度 去破坏它 或者是往其他的方向走出去 OK 这是我的另外的感受 那么当然 很多时候这个设计 负面是设计出来的 正面其实也是设计出来的 还是用刚刚举的那个例子 死亡搁浅 death stranding 这个游戏 那么这个游戏里面 它其实就有意的设计了这种 不是通过竞争 不是通过去增夺各种比分 而是通过去帮助别人 去获得更多的别人的好感 点赞 别人的直接的互助 那么在玩游戏的过程中 你不会获得太多的多半安 而是获得那种愉悦感 我帮助了别人的催产素 所以也许这个也是 我们可以学到的一点 就是当你具备能够设计系统的能力的时候 请注意你的能你的这个系统能够给别人带来非常不一样的不同 而如果你的这个 你是生活在一个系统中 那么看看自己能不能识别到这个系统是如何设计的 甚至能不能找到一种方法去讨理它 OK 那么这是我的一个学习 所以如果应要把阅读这本书的感受总结成几句话 我觉得环境就像一个海域 那么有深有浅有浑浊有清澈 那么你生活在一个海域不代表你一直需要生活在那个海域 其实你可以选择切换不同的水域 离开寻找更好的水域 寻找那些水草丰美的地方 然后生活下来 那么当然这个需要很多的勇气和具体的这个 具体的这个努力 但并不是不可能的 那么另外呢 就是如果你的确还是生活在一个深海 那么周边充满浑浊黑暗 而且你暂时无法切换水域的话 那么试着找一个方式能够点亮自己的内心 能够有一些活动让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充盈 也许这是另外的一种方法 可以让你在那样深海的黑暗里面能够继续生活下去 这是我阅读这本我在北京送快递的书的一些感受 希望你喜欢 如果你也阅读过这本书或者其他书 欢迎和我分享和互动 好的 我们今天狗熊话说到这里 我们下本书里再见 拜拜